电视器拍到这辆车高速行驶穿越路口之后 紧接着就出事了 撞上行人接着过弯失控 撞击一旁民宅七楼 那似乎现场民众中的盆栽 全被撞得一片凌乱东倒西歪 门尊也被撞到当场一位 隔壁茶行的铁捷门更是被撞到往内凹 那被撞的行人重伤当场倒地不起 但你来听家属怎么说 好 这些意外就发生在十七号晚间苗栗 造球台十三甲县 三十岁的蔡姓女子酒驾高速过完之后 继续行驶一百多公尺 失控擦撞路旁一排的凑天错 当时在抽烟的茶行许姓老板闪批不及 当场被撞倒地不起 躺在住家铁捷门旁送衣抢着不治 肇失的女驾驶轻微挫伤就撤职0.32 随后被警方逮捕送办 那面对无端飞来的横祸 也让死者家属相当被痛